内鱼四大仆女到底谱在哪里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八 嗯 不理解呀 不理解 如今的娱乐圈女主颜值怎么都这样了 比如这位 谱得平平无奇 下一秒呢 我就不记得她长啥样了 再比如这位 谱得让人迷惑 不得不让人感慨 咱们影视剧女主的颜值还有的旧吗 而且呢 最近小八冲浪 还抓到了一个内鱼仆女的话题 几千名网友票选出了内鱼四大仆女 其中三位啊 都是近两年冒头的流量小花 赵露丝 余书欣 白露 还有一位呢 是九龄花代表人物之一的杨子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投出来的这几位呢 真是有点让人 不发反驳呢 说到这里啊 我也照啊 某些粉丝们肯定急了 但你们先别急 咱呢 也不是尬黑不讲理的 说她们普女指的是在内鱼这个限定环境下 放普通人里啊 她们肯定也是亮眼出众的亮女 只是呢 作为女明星而言 这几位绝对说不上是大美女的 以前的女星呢 不管是什么风格 绝对都担得起大美女的称号 太久远了那就不说了啊 就说八零往后这几代大家熟悉的内鱼女星 古典的有陈红 何晴 蒋琴 明艳的有陈豪 某冰 曾黎 清冷的有李小冉 高媛媛 甜美的有黄毅 杨若曦 温柔的还有秦岚 王燕 精灵系 还有周迅 永远的神 美人实在太多数不过来 而且各有风格 辨识度非常高 再说当年跟四弹双兵比起来 也被超过审美降级的八五花 那也绝对是兔兔的美女啊 各有特点 或鲜或妹 或清冷或甜美 看现在的小花们 就拿这四位来说 在普通人里呢 也只能说是小美女的程度 而且风格还都大动小异的 甜美 甜美 还是甜美 壮型壮的就离谱 虽然脸蛋也不能说是360度全死角吧 但就一个侧脸特写都扛不住 他哪儿哪儿暴露短板 身材气质呢 也没有为整体加分多少 甚至还有点脱厚腿的效果 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几乎离不开精修 剧里剧外仿佛两个人 照片里长这样 实际上剧里长这样 哪怕一直被称为九五花神言的周野 在剧外是冷脸美人 一道剧里 说句普通也不过分吧 更离谱的是 现在甚至连脸都是要逐针劈头的程度 真的绝啊 而且 以前的女性演古装是完全可以把额头脑门露出来的 更不需要什么刘海的修饰 再看现在的 唉 哪一个不是整两组刘海隔脸上挡着去这脸型呢 全脸一露 唉 根本没法看 还有的 甚至精修美颜都救不了 生涂物料发出来那都是给黑粉送素材的程度呀 顶过盖说就不怕被喷的 现在这些个女主放在以前 真只能当丫鬟 啊不 贴身丫鬟都当不上 要知道啊 这以前的大丫鬟 那都是个顶个的美人 随便举起个例子啊 咱就不说金锁了 校庄密室中 胡静的苏莫尔 康熙微服四访记中 杨若曦的坠儿 仙女驸马中的舒畅 还有江祖平这样的美人 也曾扮演过两小兵版注音台的丫鬟 哪怕是董捷版注音台的丫鬟谢袁真 也比现在很多女星灵动配合很多呀 说审美降级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也并非大家后骨薄金 实在是如今的娱乐圈 真的不值得呀 当然呢 这跟娱乐圈的入行门槛越来越高 资本当道有绝对的关系 一考选秀层层加满 家里没点底子根本不敢碰 在日均208个W四计下 入圈门槛就越来越高 资本助推 明星包装营销 已经成为了一条龙服务 平台为王 扣住了影视剧的命脉 想谁红变得更容易 很多时候观众们觉得他们的谱啊 其实并不仅仅是对于颜值外貌上的观感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女星普遍颜值一般 演技也很一般 什么赵露丝的瞪眼独嘴派呀 李康熙的苦脸绝嘴派呀 还有于书欣独创的夹子音做金派呀 曾经被称是流浪中 演技最好的杨子 如今呢也是在各大国欧里消耗了灵气 对他的模式化演技早已审美之谣 更何况大家还都执着于在偶像剧店大美女 偶像剧呀 对颜值是有要求的好吗 请各位 摸着良心说说 杨子演青龙美人陆雪奇 合适吗 赵露丝演且是天下中风华绝代的白风夕 合适吗 还有白鹿演以爱为营中会撒娇的名言大美人 合适吗 还有前面说的李芸汐演雪中的王国公主姜妮 不是吗 也不是说呢一定能找到那么多可以贴合人设和美貌的女演员 关键咱也稍微有点谱行吗 还有的粉丝说什么 网友们在谁没绑架 喂喂 难道被绑架的不是观众吗 偶像剧难道不就应该是女美男帅 美人人说难道不应该是美人来演 观众要被强行污嘴 连吐槽都不能吐槽 真是那么的道理啊 小时候看剧一眼看过去剧里全是美女 美女的身边呢还是美女 现在一眼看过去我真的分不清谁是女主 就拿司空轻弱来说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个小配角 当我得知她是女主那一刻 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数个 为什么呀 但是当我一翻出她的经历 19岁就开始演国师的电影了 而且一连拍了三部 哎呦只能说抱歉是我付钱了 外貌攻击是低级的 长相的美丑呢也不是罪 但身为演员要在荧幕上活动 无论外貌还是演技 最终是要观众买单 那作为观众是不是也有表达一定的权利呢 更何况颜值不够 那就努努力用演技来凑 演技够好呢 有时候也可以让人忽略外貌的 好比我去买苹果 乍一看这苹果外表不够红不够光 但咬一口哇好甜 问题就在于 以上所有提到过的小花们 请问有哪一个能做到这种程度呢 有的别说努力了 不摆烂 都洗天洗地啦 比如演了青年戏的沈月 最近教出的是这样的演技 欢喜哥很有可能会把他的新生意留给暴C来做 暴C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所以我真的看不出来 他是我们要找的另一个卧底 欢喜哥不过是要试探一下我 看口的忠心跟胆量 不过你刚刚替我揭枪那一下 所以也不能全怪网友们搞什么投票 投票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背后反映的现状才值得探究 当然了 单纯的外貌攻击 咱也是完全不赞同的哦 好啦 本期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宝子们感兴趣的话 改天小八还可以再跟大家聊一聊 面语四大普男 那可能就不止四大了 起码得站大放个流浪圈咯